养鸡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给大家分享了 预除怎么样提高成活率的技巧 很多粉丝看过后 都问我开口药应该怎么用 以及用什么成分的药比较好 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除鸡开口应该用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给除鸡用开口药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开口药 第一,用开口药 目的是净化鸡苗 因各种应激所造成的支援体 大肠杆菌 以及沙门氏菌早期感染的问题 第二 快速地建立鸡群肠道有益菌群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鸡群很容易出现拉料粪 粪便稀薄的现象 很可惜 目前大部分养殖户 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 使用开口药 是为了增强除鸡抗病能力 主要是培养除鸡的体质 很多养户 都会使用黄芯多糖 来提升除鸡抗病力 其实真正正品的黄芯多糖 很难找到 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上面说的三种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出一套方案 这个方案也是我很多年总结出来的 并且 现在一直在用的方案 效果非常不错 在预除期间 首先 选用优质的液体微生态制剂 这是必须要加的 因为除鸡在出壳前 鸡的消化倒是无菌的 但在出壳后约一小时 就会在塑囊 腺位中检测出细菌 随后出现细菌的大量繁殖 在虚氧及坚性艳氧菌大量繁殖后 进而出现艳氧菌的繁殖高峰 最后达到一个动态平衡 不过呢 正常菌群在除鸡消化到 完成定制过程 需要30天左右 也就是说 大概在30天左右 这些有益菌 才能发挥应用的功效 急助消化和降低料肉饼 这个时间是有点长的 在这期间 还不包括我们所加的抗菌药 对肠道内有益菌的杀灭作用 所以 微生态制剂 不仅需要在预除期间加 更应该在整个饲养周期 来进行定期的添加的 关于液体微生态制剂具体的使用方法 可选择再进除第7至11天 或者第8至12天进行添加 连用5天 以后每隔7天再加5天 这样反复进行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 第二 给厨基用一些预平风口服液 厨基体质肯定是弱的 抵抗风寒的能力也很差 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健全 而预平风口服液是属于补义剂 方济中的黄旗补肺义气 顾表止汗 是为军药 而白竹补气剑皮 与黄旗和用可增强顾表之功 是为尘药 防风走肌表散风邪 是为左使药 顾猪药配合成方 顾表不留邪 驱邪而不伤症 对肺脾气虚 肌表不顾 自汗食出 以及气虚感冒 这正是除肌需要的 预平风口服液 规格 一合十至一支十毫升 一合管八百支除肌 下午四点给除肌喝 集中饮三小时就可以 第三 使用乳酸N诺沙心 配阿末西林和炳黄书 作为开口药 乳酸N诺沙心 不仅对大肝 以及沙门势菌 有很强大的杀灭作用 也对除肌败血型支援体 提前进行了进化 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七日零免疫后 因免疫应激 而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 另外 这个药对除肌肝肾 刺激也小 同时再复配阿末西林 针对除肌阶段一发的 沙门势菌 大肠杆菌 巴氏杆菌等疾病 可进行高强度有效杀灭 不留一点死角 将全天药量分两次给 每次给肌喝2至2.5个小时 连用4天 这样能够确保所有的肌脂 至少有3天能够喝到药水 起到很好的进化肌群的目的 好了朋友们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以后会有很多的 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再见